各位观众 心事态 我坐在我旁边宋永泉 精神科专科医生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宋医生 我们上次问到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如果我觉得生活压力当然有 每个都有 宋医生说 每个都要玩吃 每个都要工作 加上社会动荡 社会动荡 很多时我会觉得有些症状 宋医生跟我们分析 我有点压力 我睡得不好 我觉得我未去到 不得了影响到生活功能上 在日常生活里面 人人都可以做自救的良方 在精神健康上可以做的事 我想在处理日常 每个人都有的焦虑情况 我们有几个建议给大家 首先 第一个最重要的 都是一个态度 认知上的态度 什么态度 就是我的生活态度 首先 如果我们发觉狗自己有症状 有怀疑是焦虑的症状 当然你一定要对 症状是正面的认知 不可以说这些是没有东西的 或者是忽视了他的 是一个正面的态度 去对待自己身体出现了的情况 第二个我们会建议就是一个了解 了解的意思就是说 除了认知之后就是了解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了这种情况 是不是自己的生活的环境质素 或者是生活的条件有改变呢 是不是有些事是自己是不放得低呢 或者对自己要求太高呢 因为了解了这些情况 就会去到第三个 就是我们有没有改变 如果他发觉自己要求太高的 或者是我自己接受了这个新的挑战 或者是转了新的工 而应付不来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因为了解了 而有一个改变 就是改变回头 这份工作就未必很适合我们 或者是这个要求 其实我们可以降低一点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正面处的一个问题 一个认知 一个了解 和一个改变 除了这一个方面上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一般所有人 其实都可以帮助自己 减轻我们真的患有焦虑症的机会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运动 运动 因为我们发现焦虑 其实跟我们运动的机能是很有关联的 因为在我们进化过程 当我们在焦虑的时候 我们就会准备逃跑 或者逃命的 或者是战斗的 这个系统其实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有 所以一个人焦虑的时候 他身体会有一个作战的状态 所以肌肉会拉着 瞳孔会放大 心跳会加快 其实都是在准备 去应付这个难关 宋先生 我想问一下你 如果我觉得自己有很大压力 像别人说你去打拳 是否这样的运动 一定是说不是 原来我瑜伽是不行的 有没有分别的呢 其实在我们的看法 所有运动都有帮助减轻 焦虑压力的功效 不一定每次要打包 所有运动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你身体会感觉到自己的运动量 是 如果你说我只站在那里扔十支飞标 那未必是好得了 但是如果你身体感觉到运动量 其实身体会有一连串的讯号 去帮助调整血压 心跳 肌肉的血液流量 其实都会帮助我们有减压的 其实这个情况是挺明显的 很多焦虑的朋友 他那天做完运动 他那天就会觉得 是比较舒服 不紧张的 但是运动这件事 虽然帮到手 但是它的效果会比较短一点 而且一定要持之以恒 例如每个星期都要做两三次 每次都有半小时或以上 中等强度的运动量 那个人会觉得心跳会加速 呼吸加快 会有微热的感觉 出汗 这些都是需要的 至于你说做瑜伽 打 跃拳 其实就视乎那个人的 体格 喜好 身体条件 其实任何一种运动都行 但我们发觉最重要都是持之以恒 因为运动的效果是有 不过真的你要不断地 每天都会做 或者是隔天都会做 那个效果是会最好的 我听过有些人说 化碑反为食量 即我不开心就吃东西 或者我去购买 如果譬如说 我太太生气了就大件事 卡一定爆了 这个是否都是减压的呢 其实有些人会觉得 在吃东西的过程 或者是买东西的过程 甚至是赌博的过程 他们会有一刻的抽离的感觉 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再受之前的压力困扰 会觉得自己好像很自主 你吃东西是自己吃的 买东西是自己买的 赌博是自己投下来的 这个感觉有一个开心的元素 如果有些行为 例如赌博更是刺激的元素里面 这些元素其实都会短暂 令到人在压力下 有短暂的舒缓 但问题是这些行为 它是带有一个后果性 例如吃东西会吃多了 会体重增加 如果有糖尿病会影响血糖 如果买东西就会 洗大便爆了增加 就会有负债的机会 或者买了很多不需要的物件 如果是赌博 当然的祸害更大 可以有很严重的负债 或者是忽略自己的家庭 这些行为是有短暂的效果 但长远它的祸害亦更大 有时候它们所产生后来的影响 就令到压力更大了 就是我们所谓得不上失 就是比原本更严重 宋先生给了我们三个方法 三步法 就是认知 处理 认知 了解 改变 认知 了解 改变 加上刚才所说的一个做运动 什么运动都可以 原来那些买东西 吃东西都好 但适可而止 放松一下 短暂的情况 有没有食物可以食物去减压 我不知 吃得多 我个人很喜欢食泡飞 很多款式 去到之后很开心 很不好吃一件事 但觉得好像临隆满目 可否吃某些特别的东西 令到我们可以在身体上 有一个叫做减压功能 我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其实暂时来说 在食疗帮助减低焦虑或抑郁 我们暂时没有很多特别的数据是某一种食物 但坊间是有说的 例如这种食物就多些维他命 或者是增强抗氧化 或者令到身体的身体就好一点 但在直接去应付或者减少焦虑这件事 没有一个科学实证的理据 我们通常要建议焦虑的朋友或紧张的朋友吃东西 就要选择一些容易消化 因为焦虑的人消化系统是有些下降的 是的 因为他的胃部会比较紧张 胃酸可能会分泌过多或过少 腸臓愚动会不正常 会过慢 所以很多焦虑的朋友都容易说没有胃口 反胃的感觉 消化不良 如果再吃 再吃个大餐 感觉未必消化得到 所以有些容易消化 喜爱的食物 这些都是有一个帮助的 最好营养均衡更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